155 經濟日報 新型材料新應用未來手機屏或能自我修復 2015年7月13日創週刊13英國科學家研究出一種可自我修復的新型材料 這種材料能產生數以百萬計的微小球體 當裂縫將這些空心球體分裂時,它們會釋放出液體 並流入新形成的縫擊中 隨後發生的化學反應會引發液體聚合或硬化 就像膠水那樣將裂縫邊緣連合起來 從而形成機腐漢不出痕跡的偏硬填充物 這種技術可被用於研發可自我修復的車漆、自行車架 風力渦輪機、汽車擋風玻璃等 科學家預測這種材料在五年內就可被應用到很多領域中 包括智能手機屏幕 中文字幕下載